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帶大家簡單開箱2022 新北耶誕城以及目前的人潮狀況 今年耶誕城的主題 攜手迪士尼打造出雪白之城 整個市民廣場的氛圍都以雪為主題 街道上的燈光也是以銀白色為主色打造 耶誕樹的主燈是冰雪奇緣中的雪寶 每年都會有的旋轉木馬 今年也配合主題打造成雪白色 再往前走市民廣場裡 依然有許多攤位可以吃喝遊玩 裡面最為熱鬧的攤位 想必就是迪士尼的周邊商品店了 裡面不但有米奇、米妮、史迪奇等的迪士尼角色 還有漫威、星際大戰等人氣商品 都已經晚上9點多了 還是大排長龍呢 另外今年也首次加入雷射 煙霧機營造出極光雲海的特效 每個整點與半小時都會有燈光秀 配上煙霧特效 真的有深處雪地中的感覺呢 通往車站或是大圓白的天橋 也都紛紛裝上燈飾 每個天橋各自有不同的燈光搭配效果 都是非常適合拍照的景點 另一頭板橋車站北門的戰前廣場 今年也架設了銀白色的聖誕樹組裝飾 還有伏冰小屋、貨櫃市集等等 大型的拍攝亮點組成銀白之聲 讓人忍不住停下腳步多拍幾張照片 另外在廣場周邊還有星際大戰 迪士尼新北意象等等的照景可以拍照 總結一下心得 今年的耶誕城在11月11號開燈 目前大約過了一週 平日的人潮還不會很擁擠 逛起來的感覺很舒服 目前也很適合拍照 今年的燈光及照景都很有冬天聖誕節的氣息 感覺各處都可以是拍照的景點 很推薦大家選擇近期還沒有接近聖誕節的平日 來走走逛逛看燈光秀還能夠拍拍美照 今天還有一些照景沒有gank到 大家也可以去官網查詢各個照景的位置 那今天的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大家可以聊天 但是就會聽說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 有 我們下次見